大家好,一转眼大选日已经过去了10天了 最近我们看到电视上主要的美国的头条新闻都是 川普在挑选他新一届幕僚或者有时候是白宫的这些主事人 有时是一些外交人员的这些任命 有一些可能已经任命了 大概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也就通过了可能,虽然说众议参议院还需要进行一些确认 但是也有一些提名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有一点点意外 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环境下 一致偏左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也没少听到各种的批评的声音 我相信令大家最眼前一亮的有几个人选 当然是说首先罗伯特·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的这个小肯尼迪 川普在包括伊隆·马斯克等人的建议之下 希望他能够担任健康和人员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部门的首长 同时负责川普选战的这个女士 我们在其实前一段时间节目里头也提到的 佛罗里达一个很能干的女士 Sushi Wells 她就会成为白宫的幕僚长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投一个女性的一个白宫幕僚长 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像国土安全部的提名了 南达科大州的现任的这个州长 然后国家情报主任 提名了这个其实过去是民主党的一个女性 也是这一次给川普助选起到很大贡献的Toshi Gabbard 那其中最有争议的一个提名呢 是曾经在国会当时一个人带着几个人 后来把当时的共和党议长凯文·马卡尔西 逼下台的国会众议员Matt Gates 而川普呢最近是跟外界放风 希望能够把他任命成检查总长 会担任司法部的这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但是这个人首先可能有一些争议 然后同时呢他是不是能够通过参议院的这个确认呢 现在也不确定 总之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 看看川普的这个新一届幕僚的这个任命 是不是就已经能够有一些他执政的一些端倪 然后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具体的人选呢 展开一些讨论 苏诚 首先啊其实过去这个礼拜真的发生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选举还没有结束 现在这个议院还在还在数票 虽然共和党已经拿到了多数 几位这个众议员马上就要如果进入到川普的这个团队里面就要重选 那还有还有几座还不知道 那另外参议院现在Pennsylvania正在recount 53比47票是不是维持还是52比48 这其实都都会对将来川普的这些团队需要参议院 确认的人能不能通过有关系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参议院选出了新的majority leader 那其实这个我之前那位退休了 Mitch McConnell 其实我们都知道MYCH McConnell 其实跟川普有很多的矛盾 那其实很多人都在推ICK Layers Scott 副手很多年 他不过他也出来说 他会支持川普的提名 实在有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个叫 Reset Confirmation 那今天可能不多讲了 那是一个比较 比较特殊的做法 肯定如果真正走在那一步的话 肯定这个主流媒体 肯定要不要当 这是肯定的 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 都还没有定论 为什么这东西那么重要 其实川普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 有很多他想要认命的人 一年多了都没办法认命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长 那这一次他是想赶快的 都把自己的团队搞齐了 他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都没有自己 他都没有等 他用自己的钱 他没有等那个 一般都是一般都要等一阵子 用国家的钱去做一些 比如说Vetting 或者用FBI去做Back on Track Vetting都没有 这一次他是找了一个 Private公司帮他做 所以非常的着急 给人看到一个 其实一种很强的energy 一个很强的欲望 那这当然也是跟这个选举的结果 很有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 这个Republican 多少年没有这个popular vote 他的确是有一个mandate 带着这样的一个风 他就真的是任命了一堆 那我个人一群人 包括有一些 可能是比较不容易通过的 但是因为他带着这个声势 他可能就会逼得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 按照他的意思 那我最觉得激动的 就是Dodge D-O-G-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就是Elon Musk跟Vivac 会带领的一个新的部门 那Elon Musk的这个任命 跟Vivac的任命 是不需要这个参议院 confirmation的 所以这个他就是 应该是不需要 那他们已经紧融密鼓的 在 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的所谓的工作 就是 就是 号召大家把他们 你知道的这个政府 浪费钱的地方 都 把这些都讲出来 他们已经开始收集 开始在想怎么做了 那Elon Musk曾经扬言说 要砍掉两兆亿的 Budget 这个数字 觉得现实吗 这个肯定是不现实 但是 Elon Musk讲过的事情 大部分都不现实 但是 这个不相信 当时你们也没有人批评过 他买Twitter 或者觉得他买Twitter很傻 可是你回头一看 就说你反正你敢敢质疑 他的时间够久 都有被打脸 对吧 所以可以继续怀疑他 但是 一定就是说你要给他时间 让他证明他自己是错的 我看到有一个信息 就是 2023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自己估算 有2000多亿的钱 是不应该付的 2000多亿 有些是付给死人的 有些是 有些项目都已经停了 钱还继续付的 那 那我在想 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 就是说 联邦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去 check这些东西 就是没人管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科技问题了 对吧 科技界的人说不定有办法 想个比较一个准确便宜的方法 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 然后把这些钱省下来 另外我 另外我今天听 那个Ron Barron 他是一个 他所管的基金 大概有450亿 那 他今天被采访的时候 他说到 其实政府 只要 不要再给 因为政府会雇一些公司做事 比如说雇波音 雇SpaceX 发射火箭什么的 那政府只要不给那个close 叫做 close up contract就好了 所谓的close up contract是这样子的 就这个价钱是不定的 就是说政府的contractor 可能还有subcontractor 如果subcontractor涨价 造成费用更高的话 政府要付更多的钱 那因为contractor 从这个subcontractor钱里面 比如说可以拿12% 所以他其实是 对那个subcontractor涨价 他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越贵 他赚越多 所以有很多的项目 都会over budget 我们常常听到 一个政府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10个billion 结果20个billion 都还没有造好 而且拖很久 对吧 他就举了一个 这个波音跟SpaceX 发火箭的这个事情 就是简单来讲 波音拿了很多 多了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最后还要SpaceX 去救 SpaceX 已经来回 那个太空 不知道多少次了 波音一次都 把人带不回来 所以政府如果愿意 在这个给钱的事情上 比较紧一点的话 就可以省很多钱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认为 是最容易成功的 这是个low hanging fruit 没有人会说 Elon Musk设取的失败 如果他拿不到 这个两兆役 low hanging fruit 就是比较容易摘到一个果实 那你就会想 为什么以前人不做 那就是为什么 你要改叉万代了 但是呢 对我这个行业影响最大的 就是RFK Junior这个体名 今天这个 我所在的这个BioTech行业 这个ETF就跌了5% 那我们的同事之间 也有很多的讨论 RFK Junior能不能够被 能不能够通过 我觉得还是有些变数 因为毕竟他是个 死打死的民主党人士 肯定是家族 他自己也说 他说不是我离开了民主党 是民主党离开了我 他其实出来想要选的时候 受到这个DNC 民主党的这个国家 National Committee 也不知道怎么翻 的 租班的刁囊 大会 大会 那个组织 告他 想把他的钱都用尽 租班的刁囊 不让他 能够在一些州 能够注册选举 然后他 他决定要支持川普以后 他们又反过来 不让他 把他的名字拿下来 总之 他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观念上 应该是属于民主党的 能不能通过共同党的 这个 是不是有民主党足够的支持 不知道 但他是属于一个 其实民生被搞得蛮差的 那基本上 有很多人就说 他是Anti-Science 认为说 他是反对这个疫苗的 他说 认为他很危险 所以他是其中一个 川普在提名中间 其中一个被认为很危险的 另外一个被认为很危险的 是Talsey Talsey是当时呢 当时Herry Clinton 特别的有说他 说他是Russian asset 就是说他是俄国 其实就是间谍的意思 也是一个 然后呢 这那个Gates呢 正在被House equity committee调查 DOG成立调查过 但是没有 没有起诉他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 居然有三位 是主流媒体 认为说 很 很不好的 这个人选 不是说 他没有能力 而是说 反正就是 身上是带着这个标签的 我在想 除了川普总统 会去提名他以外 不可能有人会提名他 因为川普本身也是 身上带着很多 很多的标签 所以他未必会 就因为他有这个标签 他认为他一定不好 他可能会去看一看 这个标签贴的 也没有道理 那其实你仔细看 Touchi的这个case 他就是去建了一次 这个序列的总统 然后呢 基本上就 因为这个事情 人家就说你是二国间谍了 这真的没有什么证据的 那刚 那个RK Jr 其实也有很多 对他误解的地方 那最近 我之前都以为他是 就是 非常仿科学的人 但是听他 听他解释他的一些观点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 特别是他在 对实物管理上面的 一些一些见解 他的主要的心愿 就是能够解决 美国人的这个 慢性病的问题 他观察到说 美国的孩子 有很多慢性病 这个比例是远超过 这个其他国家 一个世界上 像 总体来讲 富有的国家 医学这么发达的一个地方 可是有那么多的 慢性疾病 他认为是有问题 那至于他解决的方法 是不是完全中学 这个有待商考 但他至少 他是 唯一一个我知道 要解决 对决志问题有passion的 那他认为 第一就是实物的问题 实物里面有太多添加剂 对吧 我们其实跟欧洲比起来 我们在美国松很多 这是一件事情 我问一下我儿子 你在以前学校吃的东西 的确是很难吃 不是太健康 所以实物 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会支持他 但是他另外还认为 因为制药公司 希望大家都生病更多 可以卖更多药 他认为本身就有一个 这种conflict of interest 所以他永远要整顿 FDA 这个让很多人很紧张 我们也认识FDA的朋友 所以我们整个行业 现在都相对比较紧张 所以这个拭目以待 他能不能被confirm 所以我总结一下 我是一方面很兴奋 另一方面我也有一些担忧 不知道这些人 第一不知道这些人 能不能真正的 被参议院所confirm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会想要做什么 川普果然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 开始了他的内阁任命 我相信这是未来四年当中 会经常领受到他的特立风格 Elon Musk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很难想象 会有第二个总统候选人 会这样重用Elon Musk 那也看得出来 川普希望带来一些冲击 Elon Musk的这个 狗币部门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 跟这个加密货币一样的名字 你看两个创业家 美国果然也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国家 你会建议到哪一个第二个国家 会有两个创业家 愿意把那么宝贵的时间 把创业的时间表停下来 冒着被国家一半的人骂的名义 去来做一些心中的理想 这也是美国这个体制 我觉得令人尊敬得住 你喜欢与否是一件事 这个体制是让一些人出来 敢讲一些茶余饭后 不但是马斯克加上 而且马斯克的求财 事实上也是值得一谈 他要超高IQ 他要每周工作80小时 这都是创业家的这个生活形态 然后愿意 恒美冷对千夫子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来做事 也是或许川普的方式之一 将国债看看是不是能够透过政府的缩减 至于马斯克是不是将来会用X平台的方式 来把这些浪费公帑 而且他说过 他要公开这些insanely done 令人无法自信的愚蠢 那这些花费把它裂出来 我相信从这点来讲 肯定是正面 所以国家的这个联邦政府 我想会经过一些电极治疗 那也许对于这个体系 是一个需要的一件事 我们后期 这个静观 他们的下面的出招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 当然就是刚才也提到 Matt Watts这个众议员 大家应该记得 众议院议长 作为美国宪法指定第三号人物 就是总统副总统之后 第三位上场的 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对吧 必须来说感谢上帝 从那个Nancy Pelosi变成 Matt Johnson I have to say really thank God for this 这个讲回到 那前任 Kevin McCarty 其实就是被Matt Gates 发动 像刚才苏承讲的 把他罢掉了 我个人对当时那一段 我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这个先把 Gate Watts有多少理由 Kevin McCarty 有多少没做到的 这些成绩单放旁边 当时我是觉得保守阵营在众议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拿到这样一个平台的优势 却产生这样一个无论怎么说都是内控的结果 那有段时间会让人觉得不论是治理真空或者共和党分裂或者是施暴公筹或者是意识形态 总之不大容易找到一个正面 所以老实说 Waltz在我心中 不是顶正面 但是话说来 Mike Johnson 珍宝 大家都记得Mike Johnson 上台的时候 特别讲 他太太 他们是 在 膝盖上 就是跪在那里祷告 许多的时间 好久好久好久 没有听过一个美国政坛的主要角色 是这样说话的 而且你看他说话的样子 属灵的人知道他讲的是真的 他不是像奥巴马说他是个基督徒 你知道Mike Johnson所说的是真的 他有这么一个 他的生活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敬钱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耳目一心 但是我不能用后来来 后来出来很棒的人选说 这Gate真有远见 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对他曾经很有意见 但是话说回来 川普要使用这个没有司法经验的人 要到DOJ里面 去大刀阔斧的来 将这个将法律政治化的这个部门 从头开始整对一遍 老实说 就好像Elon Musk 要把整个联邦政府的幕僚官僚主义 要整个把它痛改前非 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 要是Gate过了的话 也不错 要是Gate没过的话 也许这个形势 这些许多思维盛名的川普的反对 也许还有下个一招 所以这点来讲 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shock theory 当然这个传统的鹰派是少不了的 比如说国干部闻Mike Watts 这个Mike Watts 可是一个美国的绿扁帽特种作战部队 Green Barrett 那么他是这样的出身 就这样的一个自己本身是特种作战部队出来的众议员 他来负责美国来处理俄乌跟中东战争 老实说就好像川普自己两次人 人家大家 是三次暗杀 两次都失败了 这种就是给人的感觉 这些出身的人 这些是极度的强硬 我想对于处理这个俄乌跟中东呢 应该是一个极佳的人选 那当然对中国的鹰派这些都不用说了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美国从11月6号开始 事实上11月5号开始 6号开始你会注意到两件事情 就是这个焦虑指数 恐慌指数大大下跌 我讲的是华尔街 意思是投资人开始放心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黄金开始跌了8% 意思是 这个大家不觉得 这么要紧张的去多准备黄金了 因为地缘战事 你看普京马上就接到 三幅个电话 基本上就是 除了叙旧就是跟他讲说 美国在欧洲军力也很强 你自己节制 不要让这个失控 那么他就给大家一种信任安定感 所以我现在整个的华尔街 已经用他的数字来说明 大家心中安定 不论是恐慌指数的下降 不论是这个风险 风险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黄金也是开始下来 这都说明 现在在一个鹰派强硬派 还有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是有实力来做后盾的和平 事实上我相信 讲到目前为止 除了这个Gate的人选 有一点点争议之外 大部分的百姓是觉得 比较安心一点 不是吗 其实在这个大选的整个的结果里头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 华盛顿特区DC的这个投票的倾向 他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倾向是90%的 投卡拉哈里斯投民主党的票是 是占接近9成还是超过9成 反正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从某种侧面上 好像又能够佐证这样的一个 他们对这个所谓的 dream in the swamp的一种恐惧 也就是说对川普这样的一个 非建制性的人物的一种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 其实川普可能更愿意倡导一个高效的 甚至说更小型的一个高能政府 那我们这次看到 这些任命现在的这些出来的人呢 还是有很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哈 然后也有人有一些人选 也会让人觉得说 哎 这些人也可能会对这些部门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但是这个冲击是好是坏呢 其实我就觉得可能跟这个本身 我们的这种立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看到你看到主流媒体的这个报道呢 你就知道说很多的这个描绘啊 非常的片面 比如说他们在讲到这个国防部这个叫什么 国防秘书长的这个Pete Hegseth这个人选的时候 他们给他冠语的一个 第一个形容他的词是说 他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 但其实这个不是他我觉得最主要的阅历的那个表达 他们就比较会隐藏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老兵 在这个伊拉克战场在很多的战场 真的是为国去上过战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他就故意去忽略了对吧 然后像讲到这个刚才苏诚特别讲到这个小肯尼迪的时候 上来就先盖一个帽子 就是他是个anti-vaxxer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反对科学的这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特别完整的首先 其次有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 因为肯尼迪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 就像苏诚讲的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确实是认为美国的食品 不但说有很多添加剂 而且这种添加剂已经超标到一定程度 他是属于在他看起来是有毒害性的一个poison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美国有太多的各种的肥胖病也好 儿童的各种的疾病也好 他就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他的一个竞选的口号 自从他选总统的时候就说嘛 为让美国再一次健康 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任命他想任命他的背后 我觉得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态度 那说起来主流媒体为什么这么左倾 其实我觉得跟苏诚你刚才讲到你们这个行业 可能是有一定关系 特别是这种大的制药公司 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过 就是说在主流的这些cable news上 他们最爱放的一些广告有一类广告 你会觉得说这种广告需要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瓶子吗 那就是这种处方药 你就在想处方药按道理是医生才可以开的 你为什么要直接对一个消费者市场去做这样的一个广告呢 后来有统计发现这些cable news有线电视网的 他们的广告营收中70%以上都是这些大的制药公司 通过这样的广告 其实是把一些钱转移支付给他们了 而这些人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一个特殊利益在 慢慢时间久了之后 主流媒体真的多多少少就被这个事情控制了 而我确实觉得美国在这一次 就前几年的这个疫情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一些对大家的管控也好 对言论自由的审核也好 对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完全不可以讨论 以至于说把对方任何觉得对疫苗有怀疑的人 直接装一个这样的anti-vaxxer的这样的行为也好 我觉得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定关系 所以如果是这么看的话 这些被川普任命而被主流媒体挑战甚至抹黑 其实我觉得逻辑已经是比较清楚了 那这里头还有一个我觉得说 人们对所谓的川普的loyalist 就是说是不是这些人就是只是因为对川普忠诚 对吧 然后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他们的论述里头 你看川普真的就是要走上法西斯政权的这条道路了 可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呢 实际上就是说川普在八年前的时候 他当时真的是进了DC之后两眼一抹黑 人生地不熟 他当时身边的这些幕僚都是 其实就是华盛顿的这些已经在这个职场混了很多年的这些老人给他推荐的 很多人他一方面他们的价值理念根本就不合 另一方面可能也川普也特别看不上一些人 就是说只会说话其实也办事能力很差 有时候很扶皮潦草的这些作风 所以就导致川普的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内阁非常的混乱 对吧 当时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不好 可是我相信川普有了这四年的经验之后 又有了这八年的被不停的抹黑 然后其他人他也在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我倒更相信他这次的判断力也许比以前好 就是我当然这个事情仍然是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也需要去为他去进行一个更多的祷告 希望他能够真实的就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真正是做一个真实的 然后对人民有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吧 那其次当然还有一些就所谓的专业和业余的这种对比 我是觉得苏承说的特别好 有时候这个建制派因为他已经整个部门可能更多的 那时候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时候 这些整个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 以至于说产生很多腐败 在这样政府发包的过程当中也不再透明了 然后更多的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去了 有一些这些看起来声音很大 在民众当中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的人 形象的人去用这些东西来揭露一些可能已经存在的问题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道路吧 我补充一下 Peter除了当过兵 拿过一些 拿过Bronze 人家做过CEO 他不是说没有这个Leadership experience 那刚才讲到这个科学 讲到育苗的事情 我今天稍微研究了一下 关于这个 就是有很多的育苗是孩子一出生 医生就建议打 就是一出生就建议你打 包括hypertitis B virus 那其实因为我父亲是有这个hypertitis B的 乙肝嘛 那我其实 那他常常就是说他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碗筷 但是有时候呢 他有时候来我们家我们也不是那么严格 我就想说如果真的会传 我们可能也被传到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今天才知道 乙肝不会那样传 乙肝主要的传法是血液 比如说针管的contamination 或者是在这个性交 body fluid exchange上面 其实那孩子 那得乙肝的这种可能性 几乎没有 就是说你刚出生 所以那个疫苗是不是一定要打 的确是可以啊 可以商议有商议 但他整个的这个system 就好像机器一样 反正你进去那边 人家就跟你说一定要打 那其实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反对疫苗的人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concern 最近也有一些study 当然可能数据也不是那么全 但是是有认为说 那个可能会造成某一种的疾病 因为这个可能有些病 要很久很久以后 你才会知道当时的那个结果嘛 简单的讲说其实现在的科学 对这些东西 并没有那么完全的掌握 不认为说有问题 或者没问题的 其实都不见得这么的准确 那其实回到一个科学上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其实科学 is fighting against two fronts 就是说科学是在跟两种不同的 这个思维在斗争的 第一个就是过度的怀疑 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Documentism 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 过度的教条 过度的怀疑 那现在有可能是在一个什么状况下 有些东西你胆敢去怀疑 马上标签就给你贴上来 是 那科学上面也是 那冠一 有人说 在如果你胆敢Question DI 你可能也会立马给你盖上一个标签 所以这种情况这种环境不好在哪里呢 就是可能会因为没有人去怀疑 虽然一起怀疑的人都是错的 但是就说这个反对的声音 其实还是帮助你整个的community 能够更加的成熟 所以不能把反对的声音全部给盖掉 那科学如果现在 有人认为说这个Covid vaccine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很快就被盖上帽子 然后被cancel掉了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需要correct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的确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健康的 整个说来 美国事实上在我们这么多人祷告 这样子的一个迫切的呼求 确实看见神的怜悯 上帝的怜悯没有离开美国 美国好像许多千千万万的百姓似乎被迷惑 或者被一些力量能够要他们安静 可是事实上在最后投票的时候 你发现说这些民调再一次的都被粉碎 然后有几个指标 你可以看整个美国 事实上民众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反思调整 所以说美国和加州甚至年轻的时代都有一个向右调整 这事实是如此 光是以媒体来讲 好吧 华盛顿邮报的大老板 Jeff Beto Amazon的创办人 LA Times的老板 黄兴祥的华人医生 也许他们基于政治嗅觉 也许他们基于 如他们讲的 他不要他的报纸 是这样积极的去 去 来告诉报纸读者 而是提供应该提供的讯息 给他来思考 无论如何呢 这两个独牌众议 那他们的报纸就 就停止 来背书 巴里斯 事后回过头来看 当时他的这个 比较中立的调整 我想也赢得许多人觉得 是应该做的 那事后呢 就更发现说 他还好做的 否则你不是很惨吗 那就像那个Meta 矽谷 矽谷 许多人 许多这个创业家 也是开始 往一个中间来调整 从小查 Mark Zuckerberg 对吧 好 这还不只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CNN 这个在选举之夜 这个他的收视率大跌 接下来 数以百计的人 要被大量的裁员 MSNBC 其实要准备被卖掉 你就发现说 这些是有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 在他们身上的一个 一个冲击 我相信也是给他们 这些多年来 极左阵营 自以为是 的一个 一个很 英文叫 Sobering Wake Up Code 就是真的是 被冰水浇到头上 开始清醒 不只是这个 那就我们讲到 我们本地的政治 这个北加州的旧金山市长 也换掉了 虽然他不是从 进步派 变成保守派 无论如何 他换掉了 那乌伦市的市场 又被罢免了 对吧 那么在我们 半个矽谷的16选区 我们上次也讲过 这个比较温和 自由派的 Sam Dicardo 胜出 所以这个华裔 其实选民不少的 罗大伦 也是 基本上 相当的差距 没有办法当选 那么 再看一看 整个 世代 在 19到28岁 所谓的Gen Z呢 其实有45% 投给 保守阵营 再看一看 共和党 再看一看 众议院 参议院 这两个都是 众议院维持 共和党 参议院 翻转 事实上 川普在 八年前选举 固然 那个时候 前两年后来也是 参重两院 也是共和党 但是那个时候 他没有赢得 普通普票 popular vote 这次他赢得 popular vote 所以你就可以 看得出来 国家是有个调整 这个调整 也有很多的一个 涵盖解释 无论如何 对于一个 曾经要讲 敌方的法律 曾经要讲 1619 这critical race theory 这个这么样的一个 国家的 现在这样子 总是让人感到 比较放心 开始回到 回到一个该有的尝试 为此感到欣慰和感恩 没错 就是我们还有几个 其实还值得一提 我们迅速的提一下 比如说这次任命的 联合国大使 这个Alice Stefanik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当时 因为在 哥伦比亚校园 阿佛校园 宾州校园里头 当时出现了很多 反游的这样的一些言论 对吧 很多的这个 极端的激进组织去 校园里头去骚扰犹太学生啊 直接说我们恨不得你们 就赶快从地上消失 然后这几个学校的校长 都被叫到国会去 质询他们的时候 最 口才最佳 然后能够把三个校长 问到雅口无言的 就是这一位Alice Stephanie 所以就说明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一次 这一批被任命的人 他们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就是 比较敢讲真话 当然 有的是武将 有的是文官 在文官系统里头 我确实觉得说诚实 特别的重要 你让他们去在这样的 不同的部门去领导 确实是应该揭露一些 在美国政府中存在的 太多的缺乏常识 甚至可能严重腐败的一些情况 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这是这一次在共和党 赢得这样的叫trifecta 就是三连胜 这是说总统 然后参重两院 然后当然高法本身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保守派的掌握当中 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 到底是两年呢 是说从现在开始到之后的中期选举 只能控制这一段时间呢 还是说你还可以继续你自己的四年 甚至六年八年呢 其实我觉得取决于就是说 这一批人 在他们履心之后 是不是真正能够让美国人民看到 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称职的 而不是说因为说我现在来了 我就可以都凭我自己的血气去做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尊重 美国的这样一个两党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确实也要为这样的一个反对党去祷告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失败中 清醒的去反省他们做错的地方 能够回归一个中间的位置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是极为极为重要的 所以避免党争也尊重 其实已经有的一些科学的这样的一些institution了 我不认为所有的这些政府的建制都是坏的 它既然存在它有存在的道理 只是说减少荡费 然后提高效率 然后最后就是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孩子和脏水 对吧 洗完了就把孩子也泼出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祷告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做在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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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